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四个小时吧 我这个船一遇见那个大的浪 它就走不动 就老是把我推回去 你不外部都在家 我不在家 你不请我上去坐一会儿 那你上来吧 请你帮我拉一下船 要不然我上来 太小了吧 这是我自己买的 拿住啊 喝杯水吧 你 我都不能上去吗 我外婆在上面 外婆在上面踏什么 你真划了三四个小时过来吗 我骗你干嘛 你看这个船 你自己开船 你都要三四十分钟 这个船它老是被那个浪打走 那么多大船 你不怕吗 那 我不怕 我穿 你要是被掀翻了 你看你这里救生医都没有 谁叫你啊 我想钓鱼 舒适的怎么办 我不怕 我想钓鱼了 真的是为了钓鱼 命都不要 我问你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 我这里没信号 怎么可能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条信息 我手机都有信号 真的没信号 你可以去上面 上面信号很长 我还在干嘛 缝衣服 那你有没有问你舅舅 你舅舅回来没有 回来了 然后他又走了 他回家了吗 嗯 他又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就前两天 那你 没有问他 为什么不问他 我 我忘记了 怎么可能 你就是装 你就是不想 往我问你 没有 我真忘记了 我觉得 其实你不要看我 一下子怎么叫出来 其实我有很多火要赶 我真忘记了 我信你个贵 那你先打电话给舅舅 手机 手机没电 你好好多借口 手机每天不会冲吗 你 你不问 我去问外婆的 我去 我去 不要我帮你问 我去 我去 你干嘛 求你们不要 我 我自己帮你问他 不 我现在去 不要 你回来 快回来 你帮我 按一个翻译 我刚刚跟你外婆交流 我听不到她说的方言 我不要 我不 就 我不 求求你们 不 走走走 你就帮我到 当个翻译 当个翻译 干嘛 当个翻译 当个翻译 然后我来这边钓鱼的 我想问一下你 我能不能在你家这个地方搭一个帐篷在那个牌子上 然后在那里钓几天鱼可不可以 可以 就会小心 注意要怎么得到水 外婆说可以 但是你不要搭得离我们太近 不要打扰到我们的生活 这个不会 然后就是外婆我就是没有带什么吃的嘛 你们做饭的时候 我能不能就是跟你们一起吃饭 然后我把钓的鱼给你们 然后或者没钓的鱼的话 我给你们付钱也可以 是吗 我说不行 没你的 这样 行 那我就自己想一下办法 你打算待几天 你要做这些吃饭 那我去搭帐篷了 阿公 看嘛 我到那边钓鱼 不行吗 外婆都同意 完美 五光山色呀 过来了 你是不是早就做好准备 打算得热住了 没有 那你帐篷都带过来了 我这个 我出门我就喜欢带个帐篷呢 钓鱼人都这样子的 谁钓鱼出门会说 谁带个帐篷呢 我骗你干嘛 我没必要骗你吧 你干嘛 啊 你干嘛 你不要管我干嘛 你去哪 你不要管 干嘛 外婆 在做饭 这个是拿给你的 这个是枸杞原浆 然后这个是 一天喝一包 你管我干嘛 我买了点东西 外公 这个是拿给你的 这个是贴身上 就是药酸被痛什么的 干嘛 我去帮外婆切菜 外婆我来帮你切菜 你干嘛 啊 走过路过没遇过 回头转头还是错 你我曾感受过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 你妈没有告诉你 装导要说对不起